大家看一下街道举报 它是常年傻狗 然后把狗做成盒饭 现在到门口了 马上进去 现在已经到了现场 这是卖盒饭的 现在这是老板娘 大家看一下 这还要几只狗狗 周边的人说 他每天晚上抓狗 然后傻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家伙可凶了 用铁丝绑着实在解不开 这要今天不救 就编成盒饭了 你说了你咋咋 你买盒饭 有没有营业执照 我没有知道 你咋咋 你没有知道 你没有知道 你乱做乱卖 谁给你的权利 谁给你的权利 你有鬼人去喝什么 你有健康证明 你嘴巴拿个健康证明 那没有小时 他就可能就是为了 就是更大利益化吧 然后他晚上没事的时候 好多人给我们反应 就是他晚上没事的时候 出去偷狗 偷了狗回来之后 然后就直接杀了 杀了之后就 每天做盒饭嘛 他杀了之后 就把那个肉 就冒充牛羊肉啊 猪肉啊 然后坐在那个盒饭里 快餐里 然后每天买 昨天的时候 我们让他写了一个保证书 然后拿这个保证书 而且周边也不有人 去监督他 一共是三只大狗 五只小奶狗 都救下来了 可好看了 你看多乖 一点甜